好了 同学们 刚才主要是老师带着大家计算了一下我们的小数处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立题时间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老师讲解之前自己先做一次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计算器而言 更多的是练习 你说我在讲计算 你看着有意思吗 多无聊 多枯燥 多呆啊 所以你算一算 咱们来对对答案 好了 首先是第一题 第一题说豆豆编了四个中国节 用彩带5.2米 那么平均每个中国节用彩带多少米 别着急 我先问大家 你能不能读完情之后先估算一下每个彩带大概是几米 我觉得会估算的同学还是会学习的同学 我们会发现四个彩带用四个中国节用了5.2米 那说明这个每一个大概是一米多一些不到两米 对吧 因为两米就是八米嘛 好了 那明确的这个呢 咱们一起来解解啊 好 练算是总数除以个数 哈哈 不会 数是 5.2除以四 商一 一四得四 落一 小点升起 落二 十二 十二这个就是三 所以每一个是不是应该是1.3米 对吧 当然了 我们在学校里的用题是需要答题的 你一定要想答 每个用1.3米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题了 其实比较简单 是吧 第二个 第二个是看图说话 咱们来看一下 他最终的问题是问平均每个人带多少钱 这里边一共有几个小朋友 会数吗 还可以 是吧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共有四头 一共花了33块6毛钱 那也就说这一道题目如果列算式应该是 33.6去除以四 对吧 好了 那么33.6除以四 这个答案是几 这个你来算吧 好啊 我们一定得 老师每次让你算的时候 你最起码是不是得主动的按个字案情去算一算 是这样了吧 好了 那么这道题呢 48.32 落一 落六 44.16 是不是零啊 你计算完了之后啊 你看老师这一步啊 计算完了之后 你可以把点点这个事儿放到最后 但是不能忘了点 所以是8.4元 那么平均每个人花费的是吧 8.4元 好 这是我们巩固 没问题了吧 继续啊 我们一口气儿讲好多题呢 哇塞 这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就这个 大猩猩小猩猩 大猩猩小黑 为了减肥 坚持每天跑步锻炼身体 锻炼了六周 跑步31.2千米 问你大猩猩小黑 平均每周跑多少千米 大猩猩是吧 小黑 是一个人啊 他名字叫小黑 我不多说了 你自己也算是呗 你自己也跟着 你得把数算对了 大猩猩只会跑步 你得会算数 你表示你跟大猩猩有差别 列个算式啊 应该是31.2去除以啊 除以六周 还是总数是不是除以个处 你有没有发现 咱们在小学阶段 大部分的用题啊 它都是来源于这个公式 比如 总数除以个数 应该等于单个的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们在求这个 你去买糖果 一斤糖果多少钱 是不是也是用总的价格 去除以你的金数 你的重量 就等于一斤的 对吧 呃 你比如 我们 总共有 110人 总共有10辆车 用总人数 去除以总的车数 是相当于每辆车的 是不是也是单个车 有多少人啊 对吧 你切记切记 咱们小学基本上 所有的公式 都是由它演变而来的 好了 说多了啊 回不出来 呃 平均每周跑多少 数试呗 31.2 除以6 5 6 30 呃 落1 落1再落2 2612 呃 写0 好嘞 小说点生气 所以应该是5.2 千米 这样吧 那最好 最漂亮的 你在前面再加两个字 每周啊 大家听就 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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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5.2千米 就跑得贼慢贼慢的 哈哈 图老师一天都不止这个数啊 好了 不说这个了 这是立题的第二题啊 比较简单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继续啊 后面还有啊 例三 例三 呃 列出算式并解答 这是句废话啊 我们一直都在列算式 第一个 有一瓶 2.25千克的蜂蜜 平均分给五个老人补身体 那么平均每人有多少克蜂蜜 平均每人有多少克蜂蜜 我如果不画出来 你说同学们 你们得有多少人掉县厅里去 那个眼睛大的 那个眼睛小的 那个眼睛有神的 就是看不到最关键的 哈哈 好了 自己算一算吧 算出来了吗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啊 由于他最终问的是 有多少克蜂蜜 事实上呢 事实上我也挺懒的 哈哈 所以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首先把2.25千克 转成克 千克到克 哎 千进至 挪三位啊 挪三位他的小数 本来就只有两位 所以啊 50站位 2250 克 2250克 那总数有了 去除以人数 五个老人 这这个啊 一旦变成整数 是不是有同学 就可以口算了 呃 五四二十 或二十五啊 就到这了 后面还有个零啊 哎 所以啊 所以每人是四百五十克 是吧 呃 我问一个问题啊 同学们 你们这个 知不知道一斤等于多少克啊 我们平时里是不是都用一斤 用这个斤这个单位啊 一斤等于多少克啊 啊 应该等于啊 五百克啊 所以每个老人是不是差不多 每人分了一斤 蜂蜜啊 一斤蜂蜜好多啊 好 这是另一题第三题的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继续啊 我偷了赶是吧 好 我们再继续啊 第二个 小熊 小熊每天都要喝一袋奶 九月份订奶 一共花了二十七块九毛钱 那么问大家 每一袋奶多少钱 小熊 小熊生活质量还挺高啊 不喝蜂蜜喝牛奶 那牛怎么办 开玩笑啊 同学们 来 这道题你在列算式的时候 你首先得注意什么 是不是首先得注意这个 前数啊 一三五七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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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顺便九月份 一共有多少钱 一三五七八十 一共有三十钱 那因此每天 每天一袋奶嘛 那顺便一共有三十袋奶 那每袋奶多少钱 是不是就用总数去除以啊 你一共有三十袋 好了 这就为难坏了一部分同学了 二十七点九去除以三十 怎么除 打得过吗 打不过 打不过没关系啊 打不过叫人来嘛 是变成二百七十九啊 那我们计算的时候啊 做除法的时候啊 不用考虑这条件 二百七十九大概是 九倍 九倍的话呢 就是二百七十 是这样的吧 二百七十落个九 三十九 不过 不过怎么样来着 小数点以后的 是不是可以啊 无限补零啊 补个零 补个零就是九十 九十的话应该是三倍 是零了 哎 这时候小数点升起啊 别忘了最后一件事件 小数点升起 没见过点九三 五零站位 啊 零点九三 所以啊 每袋牛奶的价格 应该是零点九三元 是这样的 好 那这样的话通过咱们的练习 是让我们对小数的除法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了 好 我们先说到这 我们先说到这种东西 我们先说到这种东西 如果您找到这种东西 然后是要做的